据平安包头微信公众号消息 近日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公安局电信网络犯罪侦察局 发布一起使用智能技术进行电信诈骗的案件 福州市某科技公司法人代表郭先生 10分钟内被骗430万元 事件简单概括 骗子通过智能换脸技术 陈郭先生的好友 利用微信视频聊天获取其信任 诱骗进行大恶转账 什么是换脸 就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 把别人的脸换成自己的脸 而且脸部表情自然 效果逼真 据警方介绍 诈骗还有不少花样 通过声音合成 换脸 转发语音等手段 成功率接近100% 技术的原理是机器学习 在这起诈骗案中 一个新技术名词进入普通民众的视野 是使用深度机器学习和假照片 组合而成的一个词 可以理解为机器进行深度学习而制造的假照片 假视频等虚假产物 及深度伪造 其中最常见的应用就是换脸 也就是将一个人的脸部移植到另一个人脸上 在进行换脸时 机器首先需要识别出人脸的位置 人脸的识别与校准在自动驾驶等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应用 目前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 识别率在98%以上 换脸用的素材 与带换脸的视频中的人脸 它们的面部朝向 面部表情往往不同 因此 识别出人脸位置之后 机器要进一步对人脸进行校准 通过寻找面部具有鲜明特征的区域 机器可以确定每一帧中人脸的朝向 表情 进而将带换脸视频中需要插入的人脸与素材匹配起来 匹配完成之后 换脸技术也不是简单的就把换脸素材贴在了带换脸的人脸上 简单的贴图 可以轻松的被肉眼识别 难以达到以假乱针的效果 技术进一步的学习原理可以用人的行为来类比 面对网上流传的真假不一的视频 我们真的无法分辨吗 在专业人士手中 通过细致的计算机分析 可以辨别出照片 视频的真假 让技术处理过的内容现出原形 但普通人在面对诈骗时 很难用肉眼分辨视频真伪 这里更多的 还是需要我们提高警惕和耐性 并了解诈骗套路 盘点新型诈骗的四种手法 新型诈骗融入技术后 更加具有迷惑性 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 声音合成 骗子通过骚扰电话录音等来提取某人声音 获取素材后进行声音合成 从而可以用伪造的声音骗过对方 二 换脸 人脸效果更易取得对方信任 骗子用技术换脸 可以伪装成任何人 再通过视频方式进行信息确认 真是防不胜防 骗子首先分析公众发布在网上的各类信息 根据所要实施的骗术 通过技术筛选目标人群 在视频通话中利用换脸 骗取信任 三 转发微信语音 微信语音居然也能转发 这操作简直了 骗子在盗取微信号后 别向其好友借钱 为取得对方的信任 他们会转发之前的语音 进而骗取钱款 尽管微信没有语音转发功能 但他们通过提取语音文件或安装非官方版本插件 实现语音转发 四 通过技术筛选受骗人群 骗子不是漫无目的的全面撒网 而是别有用心地锁定特定对象 他们会根据所要实施的骗术对人群进行筛选 从而选出目标对象 骗术的套路共分三步 电信骗术万变不离其宗 主要还是那几步 一 读心术 了解客户需求 窃取个人信息甚至私密信息 利用式贪欲 恐惧以及对亲友的关心等 增加信任 提高迷惑性 二 变形术 包装自己 最猖獗的一种变形术 是通过伪基站发送诈骗短信 伪装成银行 运营商 航空公司等等的官方号码 如95588 10086等 还有一种变形术 就是虚假改号 改号伪装成95,588分之1086甚至110等敏感号码 直接实施电话诈骗 极具危险性 正确的做法是给官方客服妹子打电话送去亲切的问候 询问真实情况 三 编故事 做产品 第三步虽然是骗术的核心 但往往叫旧 换汤不换药 主要配合前两步的伪装来迷惑大众 最简单心法预防电信诈骗 骗子的招数让人掩语 但既然是行骗 就必然会有漏洞 简而言之 要使用铁攻击心法 不点链接不扫码 打死不给验证码 面对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型诈骗手法 我们要牢记以下几点 一 冷静应对 时间拖得越长 骗子越心骄 骗子万般设计的背后只有一个目的 让你掏钱 一件事情的目的性越强 人也就越没有耐心 时间拖得越长 对骗子越不利 在这样的较量中 越有耐心的人越能控制节奏 占据主动 网上无数调戏骗子 最终让对方哭笑不得的段子 都说明了一个问题 谁及谁被动 二 保护个人信息和隐私 妥善处置快递单等单据 快递单还有姓名 电话 住址 车票 机票上亦有购票者姓名 身份证号 购物小票上也包含部分姓名 银行卡号 消费记录等信息 不经意扔掉这些单据 可能会导致个人信息泄漏 另外 银行 移动或连通营夜厅 各类考试报名等很多地方都需要留存你的身份证复印件 在提供身份证复印件时 要在含有身份信息区域著名本复印件仅供用于用途 它有无效和日期 三 切我贪小便宜吃大亏 所谓君子哀财取之有道 一夜报复终归多数还是人们口口相传的段子和故事 当贪图小便宜的心理碰到好运上门类骗术时 自然就会上当受骗 如果实在拿不准 可以利用搜索疫情查询 也可以亲自打电话到相应的政府部门或机构咨询 对于不熟悉网络的老人 可以让子女上网查询 切记打骗子们留下的电话号码 好了 这一期的视频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期影片内容 别忘了订阅点赞支持通知更新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